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厨房想和你们分享一下 王思拉每日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可以从而给大家一些资讯 如何令身体比较健康 现在画面看到的是我的体重 我的体重和身高的比例都是属于正常的 所以就是Normal 另外Body score有94分 94分是用什么来计算的呢? 其实它会用几个指标 有一个指标就是基础代謝 基础代謝我自己差一点才达标 如果希望基础代謝高一点 它建议就是餐后走一下 又或者一个星期就跑一次步 另外我的Bone Mask 即是骨质的Mask 密度也是差一点的 它会建议你吃多些高盖的食物 或者晒下太阳 以及每日做15-20分钟的运动 我只是有两样轻微未达标 另外Potein 即蛋白质方面 我达标 但是也是比较marginal 它也建议你要小心一点 要留意吃多些蛋白质丰富的食物 喝奶类、豆类、豆腐之类的食物 其他有五项是完全达标的 例如BMI是正常的 Body fat也是正常的 肌肉是great的 即是我的肌肉也挺多 即是比较强 水份也是normal的 另外内藏脂肪是6 也是normal 因为要10以下就可以了 另外它估计我的年龄是42岁 它估计Body age是比我年轻的年龄 即是代表我身体的系统 都是可以很正常的运作 而它说理想的重量应该是52.8 我暂时都是高过水位 但都是normal的 血压方面 当然我继续在130以下 其实都是非常OK 有时会 偶尔会10多 有时会11多 多数都会是12多 但是全部这些level 都是非常好的 都不算是高血压那些level 其实我之前都跟你分享过 如果你在140以上有轻微高血压 可以煲香腋水 另外如果你不煲香腋水 也可以用一些芫荽煲水 或者是煮汤 或者在你的饮食上加 又或者是偶尔吃一些火龙果 都是可以帮助你降血压的 这几样东西是非常有效的 我自己都是亲身体验到 另外做运动也是非常有效的 我之前也介绍过一个 就是跌高脚 跌高脚几分钟 我自己跌高五分钟 但是我都不是每天做 我之前就连续做了两天左右 血压由12多到10多 我就知道非常大的帮助 还有就是有时候我都会做一些运动的 我有时候都会跟Youtube的影片 跟着一起做运动 但是这些就要视乎你自己的体质 你的体力 你可以跟一些 就是如果你说我做运动没有那么好 那你就跟一些轻弱一点的去做 如果你本身已经觉得自己是很厉害的 那你就可以又跟一些再厉害一点的人去做 总之有时候就算在家里 都可以继续做运动的 那你做一下做一下就自然就会出汗 和呼吸都会帮你加强 心肺功能会加强 而且做运动 尤其是一些大氧的运动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管软化的 因为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 血管是很容易硬化的 所以做运动是帮助软化血管 那另外呢 我都会经常喝水的 那我用这个水壶 就是这个瓶 它差不多是一瓶水的了 一个瓶 那你喝完一瓶 就是你会知道 很容易会知道 因为有个瓶装着是一瓶 那我通常一天就要喝两瓶 就是最少是两瓶水的 那另外呢 就是想说 我的饮食习惯 我平时早上 其实我最近早上起床 就喝一杯淡盐水 是帮助杀菌也好 而且我最初都会怕 如果经常喝盐水 会不会令到血压高呢 那我自己就发觉 都没有什么影响 那就是 另外呢 不过当然不要太咸 因为有时喝这些盐水 又帮助你喉咙又杀菌 还有呢 就是帮助你清一下肠 其实也是好的 那我自己呢 就跟着的饮食习惯 就是 我不吃早餐的 那我是实行168段吃 那样东西的 那我之前呢 就用168段吃 就是用来减肥的 那跟着现在最近呢 我就没有什么积极减肥了 那他就大概都是 继续在同一个level 那大概有时都是 五十六至五十七到 KG 那样 就是早上 我通常 磅重呢 我都是每天都是 同一个时间的 就是起床之后 第一件事的 那样做呢 就变成有得比较了 那我自己的运动呢 除了有时候在家 偶爾会跟一些YouTube片 做运动之外呢 走路呢 就会是我经常会的运动了 那我多数都是走路的 我都没有说跑步的 因为呢 有时候跑步呢 就怕跑得不好 那姿势就会伤到膝头哥 那所以我自己就多数都是走路的 那你可以走快点啊 或者之类呢 都已经是帮助到的了 那还有呢 一天里面呢 其实又不需要一定走太多的 你一天有几千步呢 其实都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那我用168段吃这个方法呢 就是我差不多是12点至1点左右 我就吃我的第一餐 那就是5餐来的 那接着呢 我就大概是4点多5点左右 我都会 可能会吃少少东西 水果啊 或者是一些类似饼 又或者 就是什么都可以的 总之是少少好像咸茶那样 那接着到晚上大概 7点左右 我就会 7点左右 我就会吃晚饭了 那 那 那 虽然说是吃晚饭了 但是其实晚上我是不吃饭的 我是不吃白饭的 我只是吃菜 喝汤 那 那 那食物方面呢 就尽量是 就尽量是 肉类啦 還有 菜啦 之旅啦 那 就魚啊那些那些那样 那我就不会吃饭啦 那如果你说炭水化合物 有时候都会有薯仔啊 嗯 粟米啊 或者之旅啊 那样啦 暫不中啦 就不是一定餐餐有的 那最主要是晚上我是不吃饭的 那 那午餐呢 如果有时就家里煮啦 有时就出街吃啦 那有时都会吃饭 或者下午有时都会吃粉面 那基本上呢 就不会说我不够炭水化合物啦 那 那还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我用168段吃呢 我是希望预防糖尿病的 因为呢 糖尿病呢 有时都是 手尾很长的 那糖尿病最主的原因呢 就是 胰倒素 出现问题啦 那 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经常都不停吃 就是经常很长时间都吃东西啦 等胃啊 腸胃呢 不能休息啦 那那胰倒素 分泌呢 又会出现 抗躁的 因为当你经常吃东西呢 那胰倒素就经常分泌呢 那就会有抗躁的 那就很容易有糖尿病的 那所以呢 我就是 用168这个方法来吃东西呢 就 避免糖尿病啦 那而血压高那边那些呢 就是 尽量 如果不是出街吃的 很多时候自己煮食的时候 就 不要太咸 那样啦 那当然 就不要说真的一点盐都没有啊 那样啦 那样啦 因为呢 我们身体都需要腊的 那到晚餐之后呢 就 通常都不要再吃东西了 因为 我要进行一六八段吃呢 就是说 我每天只有八个小时呢 是吃东西 那其他的时间 有16个小时呢 是不吃食物的 但是可以喝水的 就是可以喝 就是水啦 或者是汤啊 都可以的 但是就 就是水分啦 那我觉得就 对我身体是会非常好啦 因为其实你看到我那个 指数啦 就是我有94分啦 就是我自己都觉得是OK的 其实都 他都算是very good的啦 那但是呢 我都是 还差一点点的呢 其实我应该是在运动方面呢 就要加强少少啦 那我觉得就 应该很快就可以是改善到的啦 那你们也不妨可以在你们的生活习惯方面 就是 看看有些什么做得好 或者有些什么做得不好的 那就希望可以改善啦 因为我自己身边呢 都认识一些朋友呢 就是 就是 很容易五十多岁呢 就已经有高血压啊 或者糖尿病啊 那些这样啦 那但是如果 如果你当你 那麽快 就开始吃药呢 那就 就 我自己觉得不是那麽好啦 因为你一吃药呢 就有一世的啦 就是你 你吃着呢 你是不会 有决心去怎样停的啦 那就是 不会去停药的啦 那就变成了一世的啦 那还有呢 吃药 那长期吃呢 怎样都有副作用的 那所以呢 就 最好就是 自己可以 帮到自己啦 那这样就 那就好些啦 那好啦 今次我条片呢 就分享到这里啦 那如果 终于有条片的 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 channel 我亦欢迎来到影片下面留言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